虽然说近几年果曼的进步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 如中华唱诗般突变英雄刺客567这样的优秀果曼也在不断的涌现出来 但很可惜的是这些优秀的国产动画只能在网络上看到 而电视上尽是些辣眼睛的东西 本期的卡密动漫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近些年电视上播出的烂片动画吧 这几个已经到了让我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高铁侠 想必很多朋友小时候都看过火车侠这部动漫 以火车为主角的机器人动画 真的非常有趣 而高铁侠这部动画则是以我国的高铁为原型的动画 起先我只觉得只是灵感碰巧而已 后来我看了这部动画才发现 从台词到故事直接抄袭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不知道这样一部完全抄袭的作品是怎么能够在电视上播放的 大嘴巴嘟嘟 又是一部抄袭片 比起高铁侠 这个什么嘟嘟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因为他几乎是照搬蜡皮小新 只是把里面的人物换了一下而已 人家高铁侠还知道将2D改成3D 这个大嘴巴嘟嘟简直太过分了 小樱桃 抄了蜡皮小新又来抄樱桃小丸子 除了比那个嘟嘟看起来这样高一点外 其他全无优点 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弱化版的樱桃小丸子 不过比嘟嘟好的是 这樱桃小丸子还知道原创一些剧情 神兵小将2 神兵小将是一部童年经典动漫 而就在去年居然出了第二集 小编抱着好奇的心态看了看 简直是毁童年啊 原来帅气的主角团完全变了样子 这黑黑丑丑的人物是什么鬼 还我帅气的问天 雷锋的故事 据说这部神作好资三千万 大名鼎鼎的雷锋的故事 某种印象也算是国漫时尚 一部里程奔式的作品了 堪称时尚最烂国产动画 新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 又是一部毁童年的作品 我也是粗略的看了几集 这部新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 其实改名为富二代 和他的两个宝镖更加合适 全片基本上是大头儿子闯祸 小头爸爸帮忙收拾的剧情 毫无振能量 汽车人总动员 超完日本又来超迪士尼 这部汽车人总动员 算是又一次刷新了 垃圾国漫的下线 简单来说 就是一部五毛特效版的汽车总动员 这片子如果被外国人看到 估计会笑掉大牙吧 其实说了这么多 也不能将国产动漫一个二轮 国产动画风平被害 主要是因为这帮老鼠屎实在是太臭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专注于动漫评论 与趣味分享的卡蜜动漫 喜欢的别忘记关注我们 以及我们的微信